杨振宁作为一名物理学家,在国际上也是有很大的名气,在1957年的时候,杨振宁便跟自己的伙伴,一同获得了诺贝尔养相,推动物理的前进,不过当时的杨振宁一直都生活在国外,很少回到大陆,并且在1964年,加入美籍,不过在杨振宁95岁的时候,他便回复自己的国籍, 再一次成为中国人,接下来,我们便去看看杨振宁老先生的一生,杨振宁出生在一个教师家庭当中,他的父母对于教育非常的看重,为此在年幼的时候,杨振宁便受到母亲的教育,并且展现很好的学习天赋,当时他的父亲也是留学海外的高材生,并且在中国知名大学担任教授,正是因为这样,杨振宁在小时候, 便能够接触到很多的东西,这也使得他基础就比别人要好,在学校里面的时候,杨振宁的表现也是非常的优秀,深受老师的喜欢,不过因为抗日战争的影响,杨振宁的学业也中断下来, 为此,他便跟着自己的家人四处躲避,不仅最后他进入到西南连大当中,在学校里面他便学习的是物理系,在学习物理的时候,杨振宁也是有着非常不错的天赋,并且得到老师们的赞赏。 随后在1945年的时候,杨振宁莲获得公费留学的机会,此后便前往支交科大学进行学习,当时在他博士的时候,他的导师便是爱德华泰的教授。 从学校毕业之后,杨振宁便加入到美国的物理研究院当中,并且跟自己的伙伴李正道进行合作,两人在物理方面取得很大的进步,最终因为两人的成果,为此便获得了诺贝尔学奖。 在1964年的时候,杨振宁便成为美国人,加入到美国国籍,此后便一直都在美国进行生活,不过当时他的对于自己的国家也是非常的关注。 当时美国正在跟中国进行对峙,杨振宁最为国际名人,常常会对中国的情况进行演讲,为此影响很多人,一些美籍华人也知道国家的情况,然后回国看望。 为中国的科技事业做出不少贡献,当时杨振宁的演讲产生很大的影响,不少美国科学家对于中国的态度都是亲近的。 1971年杨振宁回国之后,便跟中国大学教授展开合作,并且取得不小的成果,此后杨振宁还经常的回到国内,为学生进行上课,希望中国能够涌现更多的人才。 2017年的时候,95岁的杨振宁正式恢复中国国籍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甚至哦。 谢谢观看